! 哈囉大家好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感謝你們 好了來玩我們的配位4star 那今天是11月6號 上一期已經出了克里斯的轉盤 我這一期就要來把他轉一轉 這是看廣告拿了4張 不夠的話就用紅寶石來轉 一次25紅寶石 大概150轉就能做出來吧 大概 我們待會可以看一下 我已經5轉了 今天應該說上一期我有先5轉 然後都沒有換到 我本來是在考慮說要用這個號 哈姆號還是Q號來轉 那我想一想還是用哈姆號來轉 怎麼說 因為真的很需要暗黑屬性 我們來看一下 我今天隨便打 我就隨便打打 特殊配對我就隨便打一下 隊伍接力挑戰 這邊有一個新的不滅的尼克斯 沒有測試我就隨便打一下 反正我就會打個50MOK吧 50M很正常吧 就隨便打打 這邊有說嗎 要持續爆破 持續爆破的角色就 我自己 這個持續爆破之前也有過 這個 蕭洛特 然後還有那個 漂亮的這個七夾蛇 都是有持續爆破 你們可以再去找一下 我就印象中這兩隻我就先上 隨便用一下 然後暗黑效果嘛 我現在暗黑只有漂亮的機師 然後他是正妹嘛 好那就讓他當隊長 彎一下好了 就配兩隻正妹 反正我就放棄了 回氣部分我全部放棄了 放棄放超必殺 那第二隊我也一樣 我就用那個四魂隊 這邊是四魂隊 然後這是漂亮隊 然後他這邊 歐的部分 覺醒等級越高的話 攻擊力可以加越多 根據可樂加覺醒等級 然後能量槽一樣都是很少 然後持續爆破他有一個是 就是降低首領的防禦力 但是他首領的攻擊力會上升 但是這一隻 他的攻擊力沒有很可怕 打不死我們 基本上我都不會被他打死就對了 跟之前 前幾集出現那幾隻不太一樣 這隻打不太痛 所以你還是得用持續爆破 一隻扣他的防禦就對了 那暗黑的話 如果你只有一隻的話 像我這樣的話 是疊不出來的 大概只能疊個二三十層吧 大概三十層左右 這個 減傷 讓他受傷的部分 增加對象所受的傷害 只能大概疊個三十層 所以你必須要有齋式 或是這隻漂亮的機師 或是克里斯 至少要兩隻 那就看你要不要打 不打也沒差 反正獎勵資訊就 打到50mm的話 就五百紅寶石 大概五百 大概五百 我們都沒有用外掛 我們都是乖乖排玩家 然後這邊的話要六十五 拿這個很爛的東西 我覺得這很爛 這沒用 這沒用 因為至少要六十五 才有機會開到EX OK 我是隨便打的 沒有什麼測試 就稍微介紹一下吧 就 過幾期再來玩吧 過幾期我再來研究一下 看用什麼組合會好一點 你們也可以分享你們的組合 在留言區 給大家參考 好 那回來我們的克里斯 為什麼我想要用這個號先抽 因為 如果你抽到克里斯之後 你的 戰魂任務 你就可以每天來刷 至少刷四次 一次給四格的話 四次 四次那一次四格 那不就 一天十六個嗎 那一天十六個 假設你今天就拿到了 那還有十四天 那十六乘以十四的話是 二二四 也就是說你現在花紅寶石把它換出來 然後每天去打戰魂任務 你至少可以拿到 你至少可以做出一個記憶啦 至少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小撇步應該很多人都知道吧 兩百 就是你用紅寶石抽到他了 然後你每天去打戰魂 那打一打打一打 十四天過去了 你這邊至少兩百片戰魂 你就把它換出來 把記憶換出來 這樣應該很好理解 那當然你在 轉的過程中 你這十四天在轉的過程 可能還會再轉到一些戰魂 反正就一直拚戰魂 因為你不會想要覺醒一星嘛 你至少要覺醒個二星三星四星以上 就看你怎麼花怎麼分配你的紅寶石 好那我就來吧 我的目標就是兩百片 兩百片戰魂 如果沒抽到的話 那如果我馬上抽到的話 我就直接來玩 好那如果抽抽抽都沒抽到 然後最後是用做的話 如果沒時間我就不玩 我就下一期再玩 有一些網友說是還蠻好用的啦 這一隻 那PVP的部分就要 給一些有長玩的人分享吧 我就不打 不太打冠軍聯賽 我就看 Bingo啦 1或2都可以 看他有幾片 如果兩片2的話 我就Bingo2 紅寶石我就花下去 大概花個 三千吧 三千差不多吧 先來個一百轉 所以我的建議說 你就不要省啦 因為你 早一天換出來 戰魂任務可以多打一天 多打一天嘛 那你就很容易就 多換個技藝啊 這邊我就會跳一下 2的話我就把1拿走 0.25%抽到一隻 但是那個機率有點低啊 要看你的運氣 希望只是400抽嘛 我先一百轉之後 這邊先停一下 然後看看 戰魂總共拿幾個 這個我以前常常轉啦 以前那個都 Q那個賬號的話 我都會轉 因為以前都是要儲值啦 用台幣儲值 對 欸 必殺沒用 哎呀 必殺沒用 這個必殺我已經有兩張 剛剛就三張 沒用 這個也是0.25%啦 沒有辦法 運氣 差一點點 可惜啊 剛剛是大概40幾抽嘛 total40幾抽抽到 特殊卡 我之前有轉盤的經驗是 有曾經抽到兩三隻啦 一隻的 自己常常轉盤嘛 這個5的比較低啊 我就不用了 希望能出一隻啊 不要再給我特殊卡 這個是什麼箱子啊 喔 那個加倍膠囊 也不錯啦 嗯 如果你真的不想要克里斯的話 你就拿加倍膠囊好像也不錯 我建議還是要拿啦 好 好 大概70轉了 我印象中都是大概150轉的話 可以200片啦 哇怎麼都沒有啊 怎麼都沒有 哇哇哇哇哇哇 啊 運氣不太好 真的呢 怎麼這麼 不OK啊 啊100轉 沒事的 好吧 那我先收一下信 大家可以看一下 100轉大概拿幾個暫魂啦 我覺得我這次沒有拿很好 好製作 有沒有 大概100轉是1 2 3嘛 所以我說大概150轉的話 你可以 做出200片 大概 那我們繼續 再次 Q-1 8 9 9 9 哇 運氣不太好啊 你我來個一隻 需要一隻 所以我要停在849左右 再看一下 一片的 好 又一片 這樣子沒機會啦 剩下就是看每天看廣告可不可以抽到一隻啊 一隻的話他也會變成戰魂跟那個記憶 就一個記憶嘛 然後80片戰魂 我覺得我搞不好已經OK了 我把這個Bingo出來看看 好 我們來看一下喔 現在還沒150分 感覺差不多了 60幾嗎 花沒了 那還缺20左右吧 喔 13 我就記得大概150轉嘛 就看你運氣 11 現在缺11 呃 缺5 呃 缺5 哇 算了 已經夠了啦 已經夠了 但是我想就把他Bingo出來吧 無所謂 多花一點 沒有喔 怎麼沒有喔 沒有喔 怎麼沒有喔 跟我作對 好 有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999-830嘛 999-830嘛 999-830 嗯 169轉 大概169轉 那一轉25塊 25個紅寶石的話 我大概花了4000耶 4200左右 4200左右 我是有抽到啦 抽到那個特殊卡 也是0.25% 但是沒有抽到一隻 好 4000紅寶石的話 你大概就是 呃 我看一下喔 大概40轉吧 呃 40抽 就是你4200的話 你這邊 要抽的話是 94是36嗎 4500大概45 大概450抽 450抽左右 換出克里斯啦 如果你是在這邊抽的話 450抽大概就 1指到2指啦 直框 那我們把它做出來吧 這裡 我收信一下 好一定夠啦 因為我已經多轉了嘛 我剛剛其實多轉很多 其實可以不用那麼多轉 我想說我所謂就轉一轉吧 反正你我不是只是要抽到他 我還想要做他嘛 我還想要 獲得那個 記憶啊 所以沒差 好 製作 就是你大概花4000紅寶石 應該是可以做出完 好不好 大家參考看看 想要這隻的話 4000紅寶石砸下去 就一定能拿到 然後之後你每天打戰魂任務 打個14天 你就可以 至少獲得一個記憶 就是從戰魂那邊 可以獲得 換一個記憶出完 那當然還有你這個轉盤 每天 每天你搞不好又轉到一隻啊 或是再轉到一些戰魂啊 所以你應該搞個 覺醒惡心應該沒問題吧 我覺得 好那我 我想一下喔 現在時間是15分嘛 要不要來玩一下 玩一下可能會比較花時間 整個玩下來可能會 沒辦法好好的測試 我想要多一點時間測試吧 因為我每次玩一個新角 大概玩20分鐘左右嘛 那我現在已經15分鐘 如果我還要 在 遊玩的話 可能還要在20 或還要很久 不然就是只能稍微 清一點點水一下 先來升階吧 啊升級 然後這邊你的親密度的戰魂 你就先不要用 真的先不要用 聽我的 因為你的戰魂全部都是要拿來 換記憶 好這邊親密度 聽我的聽我的 不要把他用掉 不要把他用掉 不要把他升級就對了 如果你這個機的升級的話 你先不要把戰魂換出來 你先用這一種的升級 這個戰魂先不要用 你就先把 用這個 有的這個AS戰魂 或是這個紫色的戰魂 你就先把他令到90等 然後之後你的戰魂全部都留下來 可是我已經先 換出來了嘛 對吧 所以我就不會動他 然後至於那個活動的話 我就 這個接力賽挑戰的話 我就再說吧 不一定要用他吧 因為你沒有覺醒的話 你也派不上用場 說真的 因為栽式武也有啊 栽式武也沒覺醒 大概是這樣啦 我們來調整一下 他還跑太快了吧 查看更多 不對不對不對 詳細排 cost 沒辦法 改版就是 要適應一下 藏在哪裡啊 克里斯 在這裡 所以剛剛那邊的話 如果你們急著升90等的話 你就先用你 你原本的戰魂 吃一吃 然後再 不要用這個 因為這個可以換記憶 我要注意一下 我要注意一下 我就先不要練等 我就60等就好了 大概是這樣吧 核心稍微練一下 所以我就下一期再來玩 好不好 下一期 基本上 沒有覺醒的話 玩起來也不過癮 不能爆氣 那 我只能 只能這樣啦 只能說 剛好二十個 兩百戰魂的時候 趕快把它 換出記憶來 然後你再去吃 其他的那些戰魂 紫色的戰魂 或是 紫框的戰魂 大概是這樣 你看我這個 卡片太多了 OK 那你對這隻有興趣的人 就圖鑑看看吧 上一期有稍微帶過嗎 應該是還不錯啊 因為有免疫嘛 然後技能又有 有一個霸體減傷 這邊 這邊是霸體減傷75% 3秒內 然後又一個暗黑 暗黑效果 然後又可以把人家實化 然後本身又抗暈眩 這邊 抗暈眩嘛 可以把人家實化 然後這邊又一個免疫4秒 對方如果暗黑之後 你還可以免疫一下 也就是說 看起來是 技能1起手 技能1起手之後 他打你的時候 你就免疫啊 免疫4秒 然後差不多 你就可以進了 我覺得是1 2 3 我覺得是1 2 3 或者是 也不知道3欸 3好像是破防 還是得實際玩玩看 是1 2 3還是3 2 1會好一點 因為我現在還沒玩 我就下一期再來玩 OK 那今天的克里斯轉盤大概是這樣 給大家參考 大概4000紅寶石 你可以把它轉出來 總結一下 轉出來之後 你就每天去打戰魂任務 戰魂任務可以至少拿到200片戰魂 就可以晃出一個記憶 然後親密度也可以拿到50個記憶 那你就不要急著練 如果你急著練的話 你就趕快先練到90等 再去拿親密度的50戰魂 然後這邊也是 你就練到90等之後 再開始轉這個戰魂 不然你的戰魂會先被吃掉 因為他的遊戲設定就是這樣 他會先吃前面的 他會先吃這條前面的 才會再吃後面的 沒辦法選擇啦 沒辦法跳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不能跳 我還蠻想跳的 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會誘惑啊 他就只能先吃這個 這樣一路吃下來 我是覺得他們應該要改一改啦 這個應該算是可以優化的地方吧 不過我不知道那個 遊戲開發 開發山會不會聽掉我的貨啊 這邊應該是可以選擇吧 不然 每次都吃這一種 我不想要吃這一種啊 假設我這個很多 我想要保留這個AS怎麼辦 好沒得選 對吧 OK 那這期就先這樣吧 給大家參考一下 如果想要拿這隻克里斯的人 如果想要拿這隻克里斯的人 我建議是要拿啦 因為暗黑相只有三隻而已 以前我們 打修的到只考慮一些好不好打啦 或是什麼 現在都還要考慮一些角色 是不是在某些地方用的到 就他的泛用性高不高 這種負面狀態的泛用性比較高 好像 女靈就沒什麼負面啊 他都是打爆發 對吧 OK 那就先這樣吧 有什麼建議啊 或什麼 什麼想法都可以給我留言 什麼問題都可以給我留言 我都看到都會回覆 OK 那就先這樣囉 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那我們下期KF再見 大家掰掰 我們下期KF